男人与女人窃窃私语却发现门外有人偷窥 他并未停手是大方的叫他进来 突然他大吼一声推开了男人 马德林虽与丈夫结婚多年 却并未有几次夫妻生活 因为丈夫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除了这点弗朗索瓦对马德林的儿子视若挤出 对这个家庭也很是负责 对于一个带着私生子的女人来说 或许今天的生活已经非常幸福 弗朗索瓦还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他们回到巴黎生活 弗朗索瓦继续进修成为大学教授 马德林则相夫教子陪伴两个孩子长大 这天课后弗朗索瓦感觉一个学生总是盯着他 下课后男同学一直默默跟着他走了一路 弗朗索瓦走入一个人很少的桥蹲下的卫生间 男同学也跟了进来 他向弗朗索瓦表达了亲目之情 然而弗朗索瓦一阵忙乱后 却说以后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就很心里开 男同学呼唤着他的名字逐渐泪流满面 晚上回家弗朗索瓦依然无法隐藏兴奋 他给马德林读了一段自己年轻时候喜欢的情诗 然而马德林却问你刚才读诗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谁 马德林起身去另一个房间睡觉 弗朗索瓦也跟了出去 他埋怨妻子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就会整天躺在沙发上看无聊的杂志 马德林才看到丈夫脚底踩到摔碎的花瓶流出鲜血 弗朗索瓦依然温柔的说沙发上不舒服回床上去吧 即使俩人吵架第二天也马上和好 小女儿乖巧可爱 弗朗索瓦会因为他们为自己庆祝生日感动的热泪盈眶 直到这天两个警察找上门来 他们要逮捕弗朗索瓦 因为20岁的学生父母状告他与学生发生关系 他们问马德林是否知道丈夫不正常的取向 马德林立刻肯定一定是警察搞错了 随后警察在家中搜集证据 结婚14年这是第一次有警察找上门来 这时弗朗索瓦正好回来 警察带走了他 同学的父亲指责他做出如此有辱教师的事 弗朗索瓦被保释 他有可能面临六年的监禁 一直以来他是学生眼中的好教授和孩子眼中的好父亲 这样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强势又严肃 他学士渊博教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 他对两个孩子的爱深沉不符于表面 他对马德林细腻温柔又极其呵护 包案孩子的父亲如此强势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 这意味着他多年来树立的高大形象即将全部轰然倒塌 他远远注视着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走出家门 那是他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一家四口唯独缺了他的身影 弗朗索瓦不禁开始抽气 他奋力拼搏的一切或许全将失去 名声钱财甚至亲情都将远离他 他选择了消灭自己 向海明威的自杀 他带着某种骄傲像充满某种古希腊英雄般的仪式悲壮决绝 似乎有某种心灵感应 马德林走向天桥边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 曾经一度呵护他的丈夫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他们 葬礼上他说弗朗索瓦是我一生所爱 他读起弗朗索瓦最喜欢的一首诗 打开激情的万丈深渊 而你在梦中朦胧又真实 你用炙热的唇闻我的唇 戳引我的血液 呼吸我的呼吸 马德林带着孩子们来他遇到弗朗索瓦时工作的餐厅 然而丹尼尔却独自离开 马德林看出儿子的反常紧随其后 丹尼尔突然问起自己亲生父亲的名字 母亲说弗朗索瓦抚养你长大 他才是你的父亲 可丹尼尔却像疯了一样 直到听到妹妹的声音 丹尼尔才松开手转身离开 之后便杳无音讯 丈夫去世后马德林开办了一家夜总会 在他的悉心境下夜总会天天爆满 他不再扮演教授夫人在家躺着看八卦杂志 丹尼尔明明可以上顶尖大学 可最后他选择入伍 他说自己曾写信给德国军队档案馆 寻求亲生父亲的消息 但德国却提出要详细证明他们的亲子关系 正因此事他才回家 晚上趁着丹尼尔睡着 马德林将一封信放在他枕边 他轻抚儿子的脸庞却不敢打扰他 马德林将假发摘下露出光头 几次化疗就让他掉光了所有的头发 他的癌症手术日期定在三周后 信中说1925年他出生在菲尼斯塔尔省腾克鲁瓦 他曾在普黑饭店当过服务生 当时饭店被巡逻的德军征用 1944年3月他认识了马蒂亚斯里希特中尉 他是当时德国的医务官 马德林很快爱上了他 恋情只持续两周 他就被派遣去往东方战线 之后便没了消息 两个月后马德林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他们的儿子在1944年生于莫尔莱 六岁时儿子被弗朗索瓦收养 长久以来他休于和儿子提起 他是和一个德国人生的 今天这封信希望儿子能得到父亲的下落 无论他是生是死 丹尼尔才知道母亲承担了如此之多 他探出头去寻找马德林的身影 列车徐徐开动 母亲的身影也越来越远 此时2023年法国电影爱的时光剧中 在这场婚姻中 他们不约而同达成契约守护对方 妻子替丈夫隐瞒取向维护他的社会地位 丈夫为妻子的私生子做父亲保全妻子的名声 两个被社会压迫被命运嘲弄的边缘人在时代的裹挟下相识相知 给予对方力量温暖冲突以及爱 电影开头马德林看着自己被剃光头发无助的痛苦抽气 结尾他面对自己因化疗而成为光头却能平静面对 弗朗索瓦背负社会家庭责任终身为对外公开自己的秘密 他伪装大众认可的传统婚姻生活 他对妻子极觉得愧疚又认为没有了对方他活不下去 最后这样的婚姻夹杂着爱包容亲情 丹尼尔在母亲的推荐信中得知了父亲的状况 也最终和母亲和解 原本认为一场香艳的爱情电影最后却有可能哭红了眼眶 风雨缥缈的时代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或许一场温暖的关系也会让人倍感幸福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但你解读不一样的爱